这网络牛肉面票选 我们虽然得了第二名 可是我们的业绩 一直都没有上升 甚至还有下滑的迹象 董事长为这件事情 烦恼得不得了 你们找仲渝商量过没有 为了雨晨的事 这仲渝跟子阳心情都不好 他哪有心思放在业务上 所以我们想请你来 看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 我倒是有个想法 既然是遇上了瓶颈 为什么不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 交流一下 或许能够激荡出一些 不一样的做法 你是指 白香面馆的夏平安 我想请他来办个讲座 给大家上上课 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我想应该对大家有点帮助 找夏平安来 合适吗 你既然要改变 就不要顾及面子 我觉得很合适 平安再怎么说 也算是自己人呢 就这么办吧 好 我觉得很好 我想平安 他一定会拿出一些策略的 他不会藏私的 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好好 喂 爸 平安 下礼拜一 不知道你要不要上班 大家好 今天执行商指示我来跟大家分享成功的经验 其实我们面馆跟贵餐厅的规模相差颇大 但不论规模大小 我们都叫做服务业 一个成功的餐厅 不外乎厨艺和经验 在这里 我要送给大家两亿双心 在厨艺上各位都是千水百亮 我就不用多介绍 剩下的就是创意 谁家的创意够 就能占有一席之地 而经营上的贴心性能 则能够让你的顾客 感受到根治如归的感觉 在操作上的用心 则会影响你们经营的受力 也就是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呢 我们就先从腌制酸菜开始说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师父 小师父 不尊敬 小师弟 不可自己在学院里 这孩子不错 头脑清晰 做事情有条理 不愧是浩谦的儿子 我也是这么认为 所以我想亲自找他谈一谈 谈什么 我们合作 我想聘请他当总管理师 好 我赞成 像他这么聪明的孩子 就是要有博乐欣赏 不然太可惜了 你想他会不会拒绝我们啊 应该不会 我觉得这孩子 有老一辈的义气 他应该会帮我们的 那我们就不要耽搁时间了 一会儿我们就去找他 好 妈 你在忙什么 这些东西要赶快理一理呀 葬好久了 我都一直没整理 上一次 威廉他太太来家里的时候 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好丢人 很不好意思 他跑到我们家做什么 他就是来陪我说说话呀 我觉得 太人其实很不错 这种人不好惹的 我看你还是跟他保持距离 我比较放心 他还说啊 要你跟紫阳兄弟相认 妈 这种话你也相信 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母子把权力看得 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打压我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把我当家人看呢 我觉得他人其实很好 都没有怪我和威廉 妈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看你还是小心一点 我来开 来啦 菲菲 你好 孙妈妈 董事长 你们怎么会来啦 快请进 快请进 好 不好意思哦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夫人 我正在这里有东西 乱七八糟的 来 你们先坐 请坐 不要客气 我去给你们泡茶 谢谢 谢谢 董事长 董事长夫人 你们来我们家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有些事想跟你谈一谈 你自己在修车呀 是啊 这很简单的 不过就上个油 换个七门信而已 很好啊 年轻人一切亲力亲为 踏实肯干 这是我在你身上 发现的特质啊 董事长 您过奖了 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 所以一切都必须靠自己 孙妈妈 董事长 你们请喝茶 好 谢谢啊 谢谢 平安 我们今天来 是想跟你签个合约 希望你到我们餐厅来 帮我们训练员工 不管是厨艺也好 经营管理也好 这一切由你来定夺 总而言之 我们就是很欣赏你 希望你来培训我们的员工 并且传达你的理念 孙妈妈 你刚才说这些 是什么意思啊 菲菲啊 你有个优秀的儿子 我们想借用她的专才 希望她来培训我们的员工 董事长 董事长夫人 承蒙你们这么看得起我 我也想为两位尽些力 但我想 姚子阳恐怕不太认同我的理念 这样一来 员工目中一事 我也担心怕他们为难 不好做事了 你这么一说呀 倒有几分道理 是啊 平安的心思很细腻 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子阳在短时期内 是不会接受平安的 我看这样好了 这个提议我会摆在心里 等时机成熟了 我们再来执行 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我只好等你的好消息了 董事长一定会的 我会认真考虑的 好 那我们就回去了 好 等 等一下 孙妈妈 董事长 你们很难得来 再多待一会儿吗 我家里有新鲜的鱼头 我再去准备一些菜 孙妈妈 我想让你尝尝看我做的鱼头锅 味道很棒哦 可是董事长有睡午觉的习惯 是 我担心他会累 要不 董事长 那你到我的房间去躺一会儿好吗 这 就这样吧 平安 带董事长到我的房间去休息 好 我看哪 盛情难缺 你就留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好 就听你的 我现在就去准备 董事长 董事长夫人我们这边请 好好 这边请 这里就是我妈的房间了 你们随便点别客气 好 好 你们慢慢休息 那我先出去了 谢谢 好 妈 我去买个东西啊 我回家 听完 我回家 推荐 喂 副总 孙医 你听 外面有怪声 桌子上也没有啊 就在客厅的那个桌上 那边有本相簿 照片就在里面呢 桌子 桌子上没有啊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的 你再到处找找看 一定要找到 好好好 你是干什么的 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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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孙医 孙医 你醒醒 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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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丢卸我啊 孙医 你醒醒啊 出什么事了 你赶快送他去医院 好 我来 走 董事长 你要住住啊 快点 快进来 夫人 董事长不会有事的 先别担心 到旁边休息一下吧 孙妈妈 先坐 你不要担心 孙妈妈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 把你们丢在家里 然后就 就自己 跑出去了 快点了 别担心 会没事的 医生 怎么样 那个老先生受到冲撞太过激烈 因起了心脏急性缺氧 信号及时送到医院 现在也经过急救处理了 等醒过来 就可以转入一般病房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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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谢 不用谢 谢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董事长没事了 真想放心了 这次多亏了 孙妈妈 你先坐嘛 好 好 好 多亏平安 你要好好休息哦 妈 不进去吗 看到他们母子两个 我心里就不太舒服 好了 爷爷 你怎么样了 我跟我妈都快担心死了 没事 子洋 刚才呀 真的把奶奶给吓坏了 对了 奶奶 你报案没有 没有 这一阵混乱的 对了 忠于 子洋 你们要好好谢谢平安跟飞飞呀 飞飞 平安 谢谢你们 应该的 应该的 忠于啊 等出院以后 我们一家人 请平安跟飞飞吃顿饭 当然当然 不用 孙妈妈 你太客气了 不用 应该的 而且 我要好好地谢谢平安 答应帮我的忙啊 嗯 嗯 哦 董事长 别这么说 别这么见外嘛 见外 哼 你什么时候跟我爷爷成为一家人了 见外这种词你也说得出口 紫阳 好了 爷爷不舒服 别惹爷爷生气了 平安 不要介意啊 不会的 董事长 你先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好 好 飞飞呀 你看你把平安教育得多好啊 平安从小就很贴心 很会照顾人 还好 还好啦 你怎么回事 怎么了 受什么委屈了 浩倩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绝对不可以离开我 否则我真的会崩溃的 我会受不了的 好 有件事我也放在心里面好久了 我想去办一个领养手术 让平安认责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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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在这个时候 跟我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你居然会在这个时候 你居然会在这个时候 你这人怎么开车的啊 你这人怎么开车的啊 看来你完全没有当一回事 看来你完全没有当一回事 没有采取半点行动 你是要逼我 去跟董事长摊牌吗 急什么 等我搞定紫阳再说 离开主管会议还有半小时 我就在餐厅外面等你 如果没有等到我满意的答案 我就开车去董事长家 把一切全都说出来 你不可以这么做 好 算年 我答应你 等一下开会的时候 宣布你升任总经理 这样子你满意了吗 因为你的一再拖延 把我的胃口咬大了 我还有一个条件 周雨晨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你不要逼我 我都还没开始说 我怎么逼你啊 你说 我要的 其实一点都不多 事成之后 我要一半 酒店的股份 你这贪婪无耻的女人 居然连这个你也想要 你别把我说得那么难听 我是在助你一臂之力 让你昧着良心 也找一个借口 好 我答应你 等我拿下酒店之后 我会分一半股权给你 太好了 我们现在 又终于回到 合作伙伴的关系了 等等 我也有条件 你还敢跟我谈条件 爱听不听随便你 只有你答应了 我才会开始进行 你给我听好了 李仪 有关于小方的事情 从今以后 你不准再给我提半个字 敌儿 我要你想办法 帮我弄到那张照片 好 我答应你 开会的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千万别迟到 还有 记住你该说的话 你不去吗 自己做的事 不敢面对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这个贪婪 无情的女人 是怎么样 去把一个 曾经深爱过你的男人 赶下台的 给我请坐 神经 子谣 对不起 妈已经无能为力了 如果不顾自己 将来可能帮不了你 在主管会议之前 我要正式的发布lich ис 运冶 人事认命 太陽 妻子 太陽 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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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婷 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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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为什么要把我降职 而且为什么 要让周雨晨带人总经理啊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落在这个女人手里啊 妈 子杨 我是认为 雨晨他的确能够帮我们餐厅 再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你就接受吧 不 我不能接受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妈 你告诉我是为什么 为什么让她来当宗经理啊 妈 妈 妈 你是不是在背后用了什么手段 来忧喜我妈 看来今天这个主管会议 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厨房人员跟我走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你快站住 不许走 今天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离开这里半步 杨幽总 你消消气都是一家人何必呢 嗨 注意你的风度 我已经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了 最起码的尊重你总该有吧 让我尊重你这个用尽心精 狡猾欺瞒冷酷无情的女人吗 那你呢 庸俗无知爱慕虚荣狠心绝情的男人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位置上 姚总 您放手啊 都让人看着 你没我们游戏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戴維 几點啊 好好好 那我馬上就到 拜拜 媽 媽 媽 那個 我姐剛剛摔了一跤 估計還挺嚴重的 都動彈不了了 我得趕緊去看一下 那麼大的人還能睡覺 嚴不嚴重啊 嚴重 當然嚴重了 不是斷了胳膊 就是斷了一條腿呢 我得趕緊去了 你幫我看一下小珍珍啊 那麼嚴重啊 這是什麼味兒啊這是 嗆人 冰法山水 我説你去醫院 能不能不要 穿成這個樣子 還噴那麼濃的香水 真是 現在說什麼你也不聽了 我跟你說啊 你去看你姐可以 但是你必須快去快回 我答應人家 要給人家送貨收款的 你兩個小時 必須得趕回來啊 兩個小時啊 三個小時行嗎 我要來不及的 不行 好好 那 那兩個半小時 就這麼定了 兩個半小時我就回來啊 你 戴那麼難看的假髮 還噴那麼濃的香水 可以了 可以了 來 喝點水 來 好好好 爺爺 奶奶 真是太過分了 把我都什麼人了 什麼事啊 這麼氣呼呼的 今天早上主管會議上 我媽突然決定 讓周宇辰帶人總經理 把我撤掉 叫為副總經理 什麼 這個事我們怎麼都 都不知道啊 董事長 您別急 別急啊 你先別急嘛 終於來了 一定有她的說法 你聽聽看再說 就是這件事情 真的很奇怪 這根本就不是我媽的做事風格 子陽 你又在這裡抱怨什麼 爺爺不舒服 你不要說些事情 讓他老人家煩心嘛 媽 這爺爺是董事長 奶奶也是董事 我覺得 他們有權利知道這件事情 沒錯 這麼重要的事情 應該先向我報告 再說吧 你們也不能趁著我住院 就擅自做主 先斩後奏 杜事長 你別激動 終於 子陽說得沒錯 這不像你的行事風格 媽 爸 對不起 我知道 我不應該自作主張 不過我這麼做 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最近有一個 跨國性的企業嘛 他們想要用高薪 挖掉羽辰 所以我才下的決心 這樣子做的 就為了這個決心 一定要犧牲掉我嗎 你看你這個孩子 心浮氣躁的 媽對你 當然是有另外安排的了 可是你這樣做 也太突然了 爺爺奶奶 是這樣的 媽不是看 爺爺最近生病了嗎 怕她心煩 所以沒有告訴她 那家外企啊 確實是跟我聯繫了 很長一段時間 眼下馬上就要簽約了 我心裏還是挺猶豫的 畢竟啊 還是偏心自家的酒店 所以啊 媽才臨時做了這個決定的 本來呢 這個羽辰的職務就 早想耕動了 因為我覺得 還是公事私事 應該要分開來 再加上 最近這個挖角的事情 所以我就馬上下了這個決定 我希望餐廳還是由雨晨帶領來轉型 變成一個跨國性的經營方式 我明白媽的用心 我也知道爺爺奶奶對我的期許 我一定會拼盡全力 好好為咱們的酒店效力的 我還有好多地方需要學習 尤其是跟爸媽還有子陽 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雨晨 如果你真的有這份心的話 我相信沒有什麼工作 能夠難到你 記得對自己的自我期許 那是比別人對你的要求 來得更重要 爸 我知道 爸 媽 其實呢 子陽他當然能力也不差 所以我想請問 是不是可以增設一個 執行總經理的職位 算了算了 這樣做的話 是會令我更加難堪 更加耻辱 子陽 我們是夫妻 我還有好多地方都要跟你學習呢 你要多幫幫我啊 這個女人的話 你們竟然還會相信 簡直是無可救藥了 子陽心裡不舒服 他一定是生我的氣了 我該怎麼辦啊 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強的 你既然已經選擇了工作 那就把你的心放在工作上 子陽那邊 我們再去跟他溝通好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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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 除了 周末 好 可能 很仰師 子楊 媽 這是為什麼 你還是我的媽媽嗎 還是你能夠關心我疼我愛我的媽媽嗎 這到底是怎麼了 子楊 現在只有你可以救我 只有你可以幫我了 媽你到底在說什麼 什麼救得了你 什麼幫你啊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想表達什麼 子楊 你聽清楚了 夏菲菲就是孝芳 她就是董事長的女兒 所以 所以夏平安她就是董事長她唯一的親外孫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這是真的不可能 是真的 子楊 現在不只媽有危機 連你也一樣 要是我們兩個再不想辦法 我們真的就什麼也沒有了 媽 你一定騙我對不對 你一定在騙我 是因為雨淳對不對 或者是你跟雨淳聯合起來欺騙我 對不對 對啊 這是真的 我已經查查過了 夏菲菲 夏菲菲就是當年 當年被我丟棄的那個女孩 子楊 我 Ver 媽的 再說 那個女孩 只能 ghost自家 你一定要去好好地安抚雨晨 你千万不能惹恼她 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件一件事情 这类发生 为什么你们一件一件事情 都来折磨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了 老天爷 你对我不公平 不公平啊 子阳 子阳 见日太不像话了 到现在都不回来 说好两个半小时 现在都七八个小时了 是过去了 回来要是再不好好修理修理她 她就无法无天了 怎么了 佩平 怎么了吗 雨桥呢 雨桥 雨桥 你是不是只知道 关心自己的老婆 你什么时候关心关心 你老娘我呀 这一天把我给累了 你们倒好 出去参加什么卫生培训了 今天雨桥把孩子丢给我 我忙得货都没送 货没送出去啊 我带孩子呢 我怎么送货啊 我 还说呢 今天订了我们面条的那些人家 全部都下班休息了 坏了 麻烦了 非得登门道歉不可了 登门道歉要管用就好了 人家说了要我们赔钱 今天接了好几个电话 都是要我们赔钱的 这两桥也太过分了 都是你管 都在啊 怎么了 你还是等回来 你怎么答应我的呀 你这一天到晚不着家 你都去哪儿了 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这是我的自由 你跟哪个男人合成这样 我爱找谁喝就找谁喝 要你管 你是要找外遇报复我是吧 谁找外遇啊 找外遇的人是你 你思想真龌龊 我 你别晃 我 不要晃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立正站好了 站好了 我刚说到哪儿了 你思想龌龊 就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肮脏 我说完了 我思想龌龊 那你穿成这个样子 是要给谁看啊 我自己觉得好看不行啊 你这分明是要穿出去 给外面那些野男人看的吗 只有你才想要 脱光光了 给外面的野女人看呢 我 你 你 是吧 妈 我是爸 不是 妈 别碰我 你呀 你什么你 你 你说话都不离锁 会说吗 就说你呢 告诉你 要外遇的人 是你 不是我 别吵了 吵什么 吼什么吼 你就会吼我 我告诉你 有理不在身高 这 这 要是有道理的话 你就不会吼我了 都是因为你没有道理 你就会吼 你 宝贝 宝贝 宝贝呢 宝贝 女儿都哭了 你都不管 怎么当爹的 我没法说你 太失望了 宝贝 妈妈回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什么样子 这个家 这个家还像个家吗